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单身微量发生 原本某某文的单卡 突然随障穿高好多单收 究竟是什么原因都会在这个单里面说明 好久没来到这单元呢 似乎也有许多新朋友不懂这单元的用意 主要是观察环境的排行中 有没有平常较少见 却突然引发关注及讨论的卡片 让没有发落到赛场的人 也能透过这单元先行了解该牌的用意 今天看到单纯使用特性不难来输出 但却让特定排行更上一层龙的 那么来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定的帮忙订阅下吧 会员机制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先进文章 在自己的回合时可使用一次 若使用则自己的回合结束 将自己的手牌全部丢弃 从白骨抽出5张卡 加马兰特VSTAR HP270 刚属性V进化宝可梦 VSTAR力量特性 盾之猩猩 在自己的回合可使用 在下个对手的回合 自己的说宝可梦 受到对手的宝可梦的招式伤害 减100点 含星上场的宝可梦 1.苍颜嫩鬼EX 作为登场就开始调整赛场的苍颜嫩鬼EX 藉由累积七排机的能量卡片 让他的伤害不断上升 只要一阶进化 加上能量需求为一伙 简单暴力的能力 让他成了许多人构组的目标 而其中一型会投入战马兰特V 目的用其特性 王者之序 在最初回合多进行一次过牌 进而累积七排区能量卡 来增加超颜嫩鬼EX的伤害 然而只用到这特性又有点可惜 因而就延伸了这次的微量发生 也就是其进化的战马兰特VSTAR 进化后除了HP提升至270 相对不容易被昏厥外 其特性盾之猩猩 在下个回合 让五方全场宝可梦减上100 如同多了一个英雄斗篷般 有机会保住我们全场一回合 让超颜嫩鬼EX有更好的输出空间 2.只收入在VSTAR特别组合中 这是当初《迷途深渊》的特别组合 这个特别组合里面的V VSTAR特点卡包 只有1分之1的几率 会抽到这张藏马兰特VSTAR 数量难说没有很多 至于是否需要投入 就看各位训练家的选择了 没意外接下来会有 超颜嫩鬼EX的牌组考察 届时我们再来细说 这部牌是如何构筑的 而在马兰特V的数量 从最一开始初阶牌组 100有3个版本 到VSTAR特别组合 也附一张新插画的 天地玩物VSTAR 也有再次复刻RR跟SAR 甚至最近的正数牌组 巨群塔拉EX中 也有登场补卡的版本 照马兰特V来说相对足够啦 就看是否要找张 喜欢的版本来放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你是否期待长野能鬼EX呢 都欢迎留言 与大家讨论 喜欢没话 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闻中也记得订阅追踪 影片结束 拜